3988 即是中國銀行的 他說打算長百來收息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什麼位置買貨號呢 沒有啦 你看我的語氣已經 叫他不要想了 什麼位置都不要想了 沒有啦 放棄啊 為什麼看得這麼快呢 因為其實是 我以下講這句 你覺得表面上是 好像說半笑話 或者不算太正經 我通過這個半笑話的 presentation 其實是很正經地跟你講了 我對中國銀行的看法 我講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經常在課堂的教堂 或者在課堂裡面經常打趣和大家說 我們學校我們從來不教中國銀行的 那這些人問為什麼呢 就是講這句三八八 不是二三八八 二三八八還有教學的空間 三八八我覺得真的不用教了 究竟學生問為什麼呢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半笑 其實背後的思維是很深邃的笑話 就是跟他們說 學生們啊 你們想學三九八八股席模型嗎 用什麼浪費時間呢 我現在用兩句教你們 你們聽著了 這兩句而已 就是中銀行的股票的股票 股席模型是怎麼樣呢 就是每一年你收它的股息 收大概7厘左右 但是每一年的股價大概輸14厘左右 你明白嗎 因為這個世界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股票的藝術 你收了那個股息 我想說一個數學的原理 你是在股票裡面除了剩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價格是會列口低開 是跌了 碰了一格下去 那你的股票其實是怎樣 真的算是最後的Happy Ending 還是所謂的一個四次成的 叫做財息兼收 就是你的列口碰了下去之後 你是要整個股價爬上去 是填補那個所謂的上升列口 這個這麼永長的句子 在內地有個術語很精準 可以形容這個詞 我們要填權 內地的術語叫做填權 我覺得這個術語很精念 就是填補那個是所謂的下跌列口 它叫做填權的 叫做權利的權 所以我們就是說 股票你要賺特的股息 賺價兼賺失 你要填權才可以做到這個 但是你會發現中銀 很多時候是填不到權的 就是它是碰一聲 隨著它之後 這個股價是下跌下去的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說 你會賺了個息 但是這個股價變得沒得賺 甚至那年是熊市的時候是輸突的 是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 如果大家好像有些少少說 你妨礙我收息 我心裡有點硬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不開心的 因為第一 大家要接受互相體諒 互相的見解 這個有好看好必有看淡的 而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的心臟有些不舒服的話 你不如大家公平地對比一下 以下這五大銀行 近十年的走勢 究竟除了剩之後 哪一隻賺得多些 以下很容易 這五隻公農中建 是不是 四大內銀 再加上一隻天節第一號的招商銀行 大家公平圖公平 是對比十年圖 你就看回我填權究竟是哪一個贏多些 或者哪一個人贏最少 很明顯我先給你一個答案 贏得最少十次沒有贏過的 當然是中國銀行 所以你覺得可以有其他選擇 都是那一句 是的 好